李祖文 阿比亞民營 後來我平反228 做人權工作 文化工作 後來我被徵召 民進黨把我徵召到花蓮去參選 那個是跟現在時代力量的挑戰一樣困難 跟我競選的對手是做了34年的民意代表 做過議長 做過省議員 然後我選立委的時候是六連霸的國民黨的謝神山 又是他的主公會的徵人 那花蓮到現在還是藍銀鐵板一塊 不過我還是去那邊辯查種子 也曾經落選 也曾經當選 國會要改革 新的希望 年輕人的力量 新的政黨一定要進去 所以我們希望民進黨總統大贏 可是在國會裡面 我希望時代力量大了 這樣的話 時代力量可以在立法院扮演一個關鍵性的少數 然後它可以帶領國會的改革 這樣台灣才有真的希望 我本來想說我必須努力到七八十歲死的倒下來為止 可是我看太陽花學運之後 我又看了柯P跟這個賴慶德 我就想我可以退休 因為新的力量 新的時代 把年輕人移去 而且表現非常的優秀 所以我就決定今晚退休 如果退休以後 我就是不再上班 全心做台灣人還沒有完成的目標 就是在建國的事情 最後一集 時代力量是 先難度 那在難度整個 台灣的這種自主獨立的民眾這麼多 搞不好應該是第一大 不過將來我想 要轉型正義也好 要社會公平也好 要替落宿發聲 時代力量應該伴侶投養的掌聲 這個是我對時代力量進入國會以後的一個期待 謝謝